记者邱朱玉新北报道,农历年初六开宫外也是三峡区清水祖师庙在朱宫的重头戏,今天21日一早八点神朱队伍就先在三峡复兴路集合,沿路绕境前往祖师庙前,尽管阴雨缅眠,仍有许多民众促拥一堵朱宫,预计人数达万人之多。 清水祖师庙董事长林东喜表示,今年特等珠公共有十分强较去年增加,这次的特等神珠重达1487台金,而一等重达1472台金,二等重达1460台金。 赛珠宫六队一路从复兴路出发,经过许多大街小巷,神珠身上也有各式装点及独有特色,不少民众上前争相合照,家长也抱着小孩参与传统节庆,南北管乐曲伴随下绕景,鞭炮声四起如同白天的庆典。 三峡区公所区长陈建明说明,由于今年正值大杂性,相较于去年的流性,会比往年多出许多尊神珠,林东喜也表示,预计将于下午二点半左右进行开珠仪式,才可以倒下来并请尿方人员对于神珠超度回响,同时也会让民众竞标猪肉,带回家吃平安。 另一方面,对于拔神珠毛的活动,林东喜笑说过去是没有这个活动,近几年不知道从哪里流传。